欢迎来到金屋床台 大家好 我是John Chan 今天跟大家做一个我们最强的手磨评测 这次跟大家开箱 基本上是现时手磨中差不多最顶级最贵的手磨 而我们全部都是用最顶倍的 包括C40已经换了Red Clix M47也换了手冲刀盘 这次评测最主要我们都集中在手冲方面 这三次手磨究竟整个表现会是怎样 首先说一下整个外形 C40整个傲外形 给人一种年轻和活泊的感觉 以及配合原厂的定位 因为它本身整个设计都给你选择很多不同的颜色 整个感觉给人是非常好玩的 即是可以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有自己一个喜欢的咖啡的感觉 另外M47就走回这个德国的精工感 其实我老实说 我M47这种精工感是所有男生都会喜欢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它线条非常利落 加上这个纯银色的磨砂机身 个人都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香 所以当初其实很老实 我刚刚学习手冲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件事 Sport的手模反而是M47 在C40 因为给了它很强硬的外观吸引了 而且整个结构各方面 其实那种德国的精工味道真的非常爽 然后最后到这个阿波罗 阿波罗其实是由台湾的一家公司 原本它代理了B Plus B Plus这家公司原本代理了Laborvonnie 但后来他们就开始尝试研发自己的手模 然后就出了阿波罗这个系列 所以整个阿波罗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会形容为文艺多一点 因为它采用太阳神殿的神柱的设计 整个感觉都是非常坠手的 而重量方面 其实最轻的就是C40 大约是600g左右 而其第二重就是阿波罗 阿波罗这手模已经是1kg 最后最重的就是M47 M47其实整个重量已经是1.1kg 所以大家买之前 首先第一件事要留意它们的重量方面 之后我就会开始正式去测试研磨上各方面的表现 那我们回来了 我们一会儿就会开始测试20.1g的咖啡豆 装在不同的咖啡杯上 那顺便就去测试一下 那究竟我们这三只手模 磨完20.1g的咖啡豆 总共要用多少时间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磨的时候的感受 那首先开始测试研磨 OK 那我们就测试好20.1g的咖啡豆 好了 其实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C40和M47和阿波罗整个整个设计的设计是如何 其实这个C40那里 基本上大家平时在调整的地方 就是在下面扭这个按钮 大家可能听一下几多按钮 就已经可以调整到耳朵上 但相对来说 这个阿波罗和M47就有点不同的 阿波罗就分别在上面调整了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阿波罗和M47的结架非常相似 它透过拎上面这个东西 然后再拎下面的数字盘 而令到调整研磨度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拎松上面的固定 然后拎下面的数字盘去调整研磨度 而M47也是一样的 但唯一一件事要注意的是 M47就是真正的模型的调节 所以M47为什么会卖这么贵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首两圈M47是用来做浓缩咖啡 但每一圈都大约有50小格 即是可以有100格的微调 它还不是有段的 它是无段式设计 即是代表我们扭一点 扭多一点圈是可以的 但反而阿波罗唯一不同 大家可以听一下 其实它就是一格格的 可能我向前扭 它就会一格格一格格 但相对来说 阿波罗可以调整的格数就没那么多 即是说其实它首冲 都在头一圈已经可以了 之前我们试过一段时间 我自己也会想玩一个排队的三个手舞 其实大约试到的C40 当它24克时 就大约等于阿波罗的12.1克 等于M47的34克 而说完刚刚调节方面 其实大家会看到 其实M47比起其他两只手舞 它是更加适合Expresso 相对来说这两只手舞 就会比较偏向 手冲方面多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试试去磨 这个20.1克的咖啡豆 那一会磨完之后 我会跟大家讲回大约的时间 和整个磨完时的体验 我好像在做健身上 这些很难模 波罗的那个是特别难模的 那時候是磨淺盤 不過它真的很快 35秒 我這個真的很浪費體力 一次磨三支手磨 好 我們回來了 剛才磨了三本不同的手磨 先說回整個手錦 我覺得C400來說 是一個很輕鬆的手錦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駕上手錦 第二件事它不重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駕得比較大 相對來說 這個Apolo和M47 它都駕在手上 都是非常安心的 因為它可能是比較小的緣故 但是就回到速度來說 其實這個Apolo反而是最快的 其次就是這個C400 最後才是M47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M47換了手充刀盤 其實手充刀盤 跟原本的耳式刀盤不同的地方 第一件事就是 研磨的效率會變慢 令到它整個磨的轟韻度會更加好 這個我之後也會再說 而到頭來 說回手錦方面 其實個人覺得這個Apolo 在磨錢盤盤的時候 是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之大力 因為 我不知道有沒有玩Apolo的朋友 也會有這個感覺 就是磨錢盤盤的時候 基本上投稿一下 好像健身一樣 即是你要不斷推 用力推才能推得到 而也反映了它的焰磨效率 所以到頭來 其實通常 你會看到一些焰磨效率 越快的手毛 你要用的力量就會越多 但雖然M47 整個磨在上去 就非常順滑 過程中都沒有太阻力 很綿密地 一直轉下去 而C40就是照舊經典的 一下一下切角的感覺 不如中間也會有些抖去 不上不下的感覺 大家有玩也明白 哈哈 之後我各個杯 其實已經量了 大約會有20g粉 一會兒我會過這個Curve 這個細粉器 不如去看看它們整個 那個鹽磨上的表現 我們一會兒就會做這個 細粉的測試 整個細粉的測試 是做些什麼呢 就是去嘗試看整個分布 我們就用了這個Curve Siffer 我們就分別用了14mm 和300mm的細網 你可能會好拳問 為什麼我們不用了全部呢 因為用了全部 其實都要5塊的Siffer 每一塊的Siffer 我們平均都要搓30秒 所以因為影片長度的關係 所以我們最後就決定用千細和300 去看看千細以上一些比較粗的粉 和300以下一些我們認為是比較小的細粉 看看它們總共的量是多少 一會兒我會倒一些粉 然後看看它們的分泌分泌是怎樣 我們倒下去之後 我會計時 每個就搓30秒 令到它無求 令到它所有粉都放進去 記著不要上下滑 上下滑就會 令到周圍都黏粉 開始 好 我們回來了 剛才經歷一陣苦戰 很好實 一般來說 用手磨 同時間磨三款 但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還要說的是 你不止磨完之後 你還要進去西粉 西30秒 然後逐個磅 逐個量 但結果是值得討論的 首先 大家可以在畫面看到有一張圖表 其實就回到這個細粉來說 C40 M47 和阿波羅 它的細粉都是非常接近 其實C40 相對來說 會比較多 就是約0.2 但相對來說 M47 和阿波羅 就是0.1g 的細粉 其實都意味著一樣 其實很老實 過了1000元的手毛 它的細粉均勻度 各方面都非常接近 唯一有一點不同 就是它們風味上取向的不同 一會兒我們沖著的時候都會說 第二方面 就粗粉方面來說 反而C40就是處於中關的位置 它是約2.1g C40 而阿波羅就是最小的 1.5g 而粗粉 就是大約14mm 就是M47 但是 就回中間的位置 M47 大約是16g 由1400至1300 這個段位的粉 而施成量就是17.6g 然後阿波羅就是17.8g 由個分佈來看 其實相對來說 大家會看到 這三隻手毛 其實基本上 就位於頂級的手毛 其實它們細粉上的差異 就真的不大 所以都沒有什麼必要去談論細粉 反而是真的 純粹給大家一個參考 讓大家知道 這個價位的手毛 或者是不同價位的手毛 究竟會有什麼差異 待會我們就會進行這個充足實測 去跟大家說 它的風味上有什麼分別 好老實 既然你的手毛貴過1000元 其實它本身的分別不大 但是真正 可能就是你要選擇是什麼 就是選擇你 喜歡哪種的使用體驗 第一方面 但是你喜歡哪種風味上的取向 大家好 歡迎回來 剛才我們成功用這三隻手毛 沖了三戶不同的手沖 稍後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味道上有什麼差異 首先我們第一杯先試試C40 C40 C40本身衝出來的咖啡特色 就是它本身的酸香會比較明顯 而這杯咖啡也明顯感受到 加上它本身的味道都會有少許少的茶感 但它都明顯會很清楚感受到 而它層次整個味道的變化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些就是其中一個C40的特色 就是酸香明顯 而且它的風味相對來說比較活潑的感覺 而我們試試把C40對比阿波羅 新比起C40 其實阿波羅的感覺 我覺得它 美韻的香氣更加明顯 即是原本C40美韻 就是感受到少許的茶感 在阿波羅這個 明顯它的 是更加突出的 而相對的甜感也是非常突出的 再試一口 比起C40說 它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酸 這個也是阿波羅 在市面上 其實大多數人都覺得它本身有的特色 今天也親身實證給大家看 最後到我們試試這個M47沖出來的咖啡 但很坦白 我覺得M47沖出來的咖啡 它整個味道 雖然它沒有C40的表現那麼複雜 那麼活潑 但它的味道明顯地 我覺得是比C40 和阿波羅更加之清晰 但它的甜感是明顯之重 但它的味韻就沒有阿波羅那麼強烈 而最後你會喝到一個非常之 其實我會稱之為乾淨的咖啡 我覺得它甚至比前兩杯更加乾淨 但很坦白 其實過了1000元的段位一手忙 其實是一個味道 其實除非你真是面對比較 基本上你都不會試得出很大的分別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 通常你去買手忙的時候 最重要是試一試 看看哪個操作方式 哪個調節方式 最適合你使用的模式 然後再針對你喜歡什麼風味的傾向 去找一個適合自己的手忙 今天最強手忙的實測是這麼多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Like我們的Facebook 以及Follow我們的IG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 當我們開始忙的時候 我們就正式開始計時了 我們會試試全速去摸 看看到底要多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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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